祝你 小梵 来了吧 这个男人的妻子 在两个月前去世了 葬礼是在连云港办的 他妻子的老家 娘家人来的不多 我爸一滴累都明掉 我爸一滴 qued Azer 你看你爸多心疼你啊 给你寄这么紧 生怕你掉下去了 江里出生的孩子 每年总有几个要还给江里 所以有了这上传的规矩 怕孩子掉到江里淹死 要拿绳子拴到懒妆上练几天 李公投 前两个月我们忙一些家里的事情 搭货还是可以跑的 上批货 没给我跑完就跑了 再出事 我咋跟马桶买家来嘛 您放心 这次肯定不会出事了 好 谢谢 妈妈 妈妈走前的几个月 河南一个老板 欠我们的运费 爸爸不好意思去要 妈妈说他去 七八天的火车 到了以后 就被皮冲养了 化了浓 本来说没什么事 挑开了包就好了 后来 越来越严重 爸 好多人说白毛孔那边不好跑 咱得注意啊 国费进番6688 准备起航 你这不要乱操心了 你这不要乱操心了 以前妈妈也经常劝他 不过 他总是听不进去 他跑了一辈子的船 有时候 我觉得这江河 才更像他的亲人 我一辈子 你这不要乱操心了 起来呢 赶紧减速 前方有停留 赶紧降临 怎么了 电视机已经烧了 前方有停留 赶紧脅离 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班宝口 遇上了急流 有没有附近的朋友 能来帮个忙的 前方有急流 赶紧脅离 你不要下来 我自己来 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呢 以后我要是不在 你就一直这样固执下去吗 你走了 我照样好好的 江苏 快去 快去 跟着 跟着 跟着他 他的名字叫江苏 爸妈都是江苏人 我说有一天 我要去洪泽湖里游泳 他说他也是 可是他根本不会游泳 留那小子吃个饭 不用 就顺手帮个忙呢 辣也得留 崔神真的辛苦你啊 像我们这把老骨头 开船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叔叔 您别自责了 其实本来这道货 我也是要发往上海的 等明天发动机修好了 我给你护航 我看方舟 最近天天拍这个拍那个的 是拍什么 那是快手叔叔 你看叔叔 看这个 有没有附近的朋友 能来帮助忙的 来 拿你手机叔叔 给你下一个 走 吃饭吧 妈妈你真美 我给你加一个小花猫吧 你现在有猫耳朵了 你看 我怎么变这样了 怎么变小花猫了 你还有胡子 我姐呢 老婆 给你也加一个 你不要 他昨晚说 想要照顾我一辈子 还送了我一件 他给我织的白毛衣 休划完这船河 一球下船 来 为什么 我下船去哪儿 去过你自己的日子 别在这船上过一辈子 风浪太大 小船就开不动 没事 我自己再找个帮手 就行 既然自己要上船 上了船 那我就不能让你掉下去了 小时候 我总觉得她只顾赚钱 不顾亲情 我当时不懂 妈妈为什么能容人 现在 我明白了 总有人得守住船 守住船 就守住了家 媳妇 你看那个是咱爸吗 三哥 三哥 还真是 快快快快 到车到车 好 慢点儿 看着脚像 爸 我不敢奢求 她大富大贵 所以 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 她能平安 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也把她的影子 也把她影子拉着散了 多想 也把我带着走啊 就算虚度也不怕 她说 她说 我心里有个宝啊 她说我心里有个宝啊 千万别把她给回来 所以 所以 何方 一起飞 的我 不需要 把脚落下 欺负了 欺负了 该回去啦 你看 你看 所有过往都在这儿呢 我 在这儿呢 我 我